中東好 中東蔡英文現身高雄 這趟除了來拜廟 祈求國泰民安 還要幫自家立委參選人 立博義站台 我在這裡拿選票 是七星了 很高的 也不要怕人家講那些 有的沒有的 專心意義 我們國會一定要國伴 這樣好不好 我會主張 我會有這個人 我來中央打拚來正處 正處我們新的捷運線 不只蔡英文來了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同樣一早現身高雄 參加建黨一百二十九周年 黨慶也同樣要拉台 自家立委參選人 政黨輪體國會過半 已經是全民的期待 希望我們所有的 國民黨的候選人 以及所有的我們 一分區立委都能夠加油 我左營男子這裡 真的是最容易破蛋的這個破口 藍綠兩大咖都來了 因為高雄左南區選情呈現 撒咖都基戰 主打國防專業的 臺灣麻將最大黨主席 郭錫也參戰 上午同樣有動作 加重毀謗然後損害名譽 國喜不滿日前 李梅貞在社群網站發文 指他是軍火商民進黨打手 一早也去提告 這次的競選很奇怪 我們的競選對手幾乎全部要靠 總統候選人啦 黨主席啦 2024選戰逐漸白熱化 綠營力球立委接棒順利 藍營力拼高雄立委破蛋 郭錫也冒足全境抽 判能前進國會 華視新聞秋顯熊 許立森 許達仁高雄報導